上個星期拍了一條影片 講到心喉退役 還有為什麼有些地方 用鳥鼻歌的方法去驗新冠狀病 我發覺那條影片被人偷了去用 人們把我開頭的時候 有我名的那一部分剪了 然後把影片在社交網站封存 其實沒價值的東西就沒人偷 那就是說有人偷的話 應該這條影片都是有些用的 有人被人偷都怪不得人 因為這條影片我就比較懶 即是貴事化妝出鏡 有全條影片都是直接拍照的 人倒出鏡當然是很容易被人偷 Anyway 我們拍醫學影片 都希望多些人看 那如果多些人看 看多些人得益的 其他都不是太重要 那講完這些沒那麼開心的東西 就講一些開心的東西 今天8月15號 我這個頻道的訂閱人數 就超過8萬人 那首先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這個頻道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去經營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飲飲食食 搞笑 旅行 這些頻道就容易做很多 其實在YouTube來說 每條影片幾萬人看 訂閱8萬人 那真的算不得了 那天我去九龍城 買幾個鴨蛋 打算做蠔餅 那買完回來之後 就在網上搜尋YouTube 看一下怎樣做蠔餅 最好吃了 那我搜尋這條影片 正是教你做蠔餅這條影片 點擊率 都有百幾萬 老實說 我都不是很喜歡聽 那些醫學資訊的 搭車 聽到那些收音機 有些節目講醫學 我都不是很喜歡聽的 一來就很滿意 二來就好人好者 聽到那些負面資訊 就是比你養貌 比你養貌 我都明白這種心態 所以我做這個頻道 一直都希望用一些輕鬆的手法 不要那麼沉重 講這些醫學問題 希望多些人看 那回想回 年多前的時候 我做這個頻道 其實都不是想做什麼YouTuber 只不過就是想拍一些影片 將一些病人經常會問的資訊 就拍成影片 放上網 大家要看的時候 就會比較方便一些 我今年年頭的時候 我生日 出去跟我老婆吃飯 她慶祝之餘 也都是同一時間 慶祝我這個頻道 終於都有一千人訂閱了 我想都想不到 年頭的時候一千人 到現在過了半年 多少少 居然可以多到八萬人訂閱 一年多以來 透過這個網上平台 都和大家有不少的互動 在香港這個風雨飄搖的一年 大家能夠有這個機會 互相支持 互相分享一些資訊 我覺得都是非常難得的經驗 都不少的人 就在網上會問過 你做這個頻道 究竟你的立場是什麼呢 那我的立場其實就很簡單 其實呢 我就作為一個醫生的立場 那希望呢 就將一些最新 最準確的資訊 用輕鬆簡單的方法 就是解釋給大家聽 在這一刻 大家的意見這麼兩極化的時候 即使我們做這個醫學頻道 盡量去客觀 將這個事實 放在大家面前呢 都未必能夠 令到所有人都高興的 很多時候 醫學的事實呢 就和大家 預期的或者 心目中的想法呢 是有出入的 無論大家 來自什麼背景 什麼立場都好呢 我也希望大家 盡量 心平氣和地 看完這些片之後呢 就想一想 如果醫學事實就是這樣的話呢 那你和你的家人 應該做些什麼 才對你們自己的健康 或者對家人的健康 最有好處呢 無論怎樣都好 都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支持 都希望大家之後呢 都繼續支持我 向著我下一個目標 10萬訂閱 進發 希望各位呢 鄉親父老 叔伯兄弟 都比一下面子 弟弟 繼續支持 訂閱多一點 把影片分享給親朋戚友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那這隻新的病毒呢 就叫做 新 新 來個來個 好啊 有些 заб 的 的 我們 都有 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